然后咱们再来看吧 刚才看完这个性别 看完这个性别之后 咱们再来看 在这里还有一个P class一个东西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传仓等级 那对于这个传仓的一个等级来说 我要干什么 我去可以做这样一个小表格出来吧 你看我做一个cross table 什么意思 它做的东西 咱们从节目来看 分成了什么 分成了你这个P class 左边P class 上面是一个swive的 什么意思 对于不同的一个传仓等级 我分别统计了一下 它获救与否的一个人数 它的总数分别是多少的 然后下面就指定了它的一个风格 然后你的colormap 这是一个colormap 相当于是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一个颜色 如果说你不想自己指定个颜色 你用我这个颜色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块有一个colormap这个东西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当前结果吧 cloudtable里传进来当前的数据 以及你要用数据当中的什么列 你看data的P class这个列 data的survive的这个列 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得出来结果 你看P class等于1的 1等仓来说 0是没被救的 1是被救了 那对于1等仓来说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获救的几率偏高一些吧 在这里我们用稍微深的一个颜色 表示着这个数比较大 稍微浅的颜色 表示着这个数偏小一些 然后P class当中 是不是说1里边怎么样 0的比较少 1的比较多 这是为什么 可能就是跟传仓等级真有关系 1等仓那都是土豪 那时候叫贵族是吧 那都是贵族 等着住的地方 贵族来说 拥有特权呢 我觉得或多或少 还会有一些的 他们可能先上 救生仓的可能性比较大 然后呢 2来说 2等仓来说 你看这个0 超过了这个1吧 就是7比87 2等仓 稍微的 获救人数偏少一些 然后3等仓呢 你看3等仓 3等仓 总数有491 总数来说啊 1等仓是 3等仓是最多的 2等仓是最少的 那你看3等仓是最多的 但是获救人只有119 还没1等仓 那200多人获救人多呢 那说明什么 这个3等仓 3等仓来说啊 里边的获救几率啊 这就真的比较低了 那这里 咱们是不是发现一些道理了 或者发现一些事了 不能说道理了 就是有这样一个现象 获救的几率 跟传仓等级 它是挂钩的 1等仓高啊 3等仓低啊 那所以说 当你一会儿要去建模 去做预测的时候 你说这个传仓等级 它重不重要啊 那这也非常重要吧 1等仓比较高 3等仓啊 它还是比较低的 还是画这样一个图啊 画图操作啊 跟之前来说 都是一样一样的 在我们画图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是不是也发现 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咱们来看吧 对于这个123来说 我先给它记了一个数吧 在计数的时候 我算了一下 三等仓啊 人数最多 一等仓啊 偏少少少一些 而一等仓和二等仓 没差太多人啊 一个200多 一个接近200 这个样子 这个啊 就是我不同传仓等级啊 它的一个人数 那对于我不同传仓等级人数来说啊 我就统计了 另外一个指标 在另外一个指标当中啊 又看了一下 这个123来说 它有没有被获救 就是这个蓝色的 和这个红色来说啊 它的一个差异 那你看三等仓这个差异多大 三等仓这个差异太大了吧 每一被获救的有这么多 被获救这么少 一等仓啊 和二等仓来说 二等仓基本打平 一等仓呢 获救的偏多一些 这个啊 我们就看出来这样一个事儿 人们啊 都是说啊 有钱 那就是有什么 有这个老话吗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虽然我到现在啊 就不明白这个 什么鬼推磨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太理解这个东西啊 但是大概意思我是知道 那我们也看到了 船舱等级为1的 确实被赋予了很高的优先级吧 船舱等级为3的乘客 确实存活率是比较低的吧 只有那么25% 一等仓呢 超过了63%啊 所以说 二等仓48%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船舱等级 跟我最终结果 是有影响的 有这样一个事情 那咱们接下来 我还想再看一个事儿 那你说现在 我是看什么啊 我只看了单个的一个指标 在单个的指标当中啊 咱们刚才是 我把性别看过了 我把一个船舱等级也看过了 咱们分开看啊 好像都比较好理解 各指标对结果产生什么影响 咱们该怎么分析 那现在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AP class等级为1的 和等级为3的 这里边的女性 差异大不大啊 咱们刚才说 女性货救机率比较高啊 那是不是在这个 一等舱和二等舱和三等舱里边 她们的情况是一样的呢 还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说啊 我再做一个cross table 再做一个cross table里边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事情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吧 当前这里啊 我们分成了还是几个 P class等于几个 你看这个P class 我小伯母了 P class等于123 然后里边呢 给它写在一起了 相当于是里边 female和male来说 分别分成了一个01 这样一个事儿 那咱来看一下吧 就是说对于这个female 咱们就关注那个女性嘛 在123 这个三等舱来说啊 获救的一个 获救的一个人数是什么样 一等舱 咱们之前记住 每个传扬等级了吧 一等舱啊 其实来说 只有三个没有被获救啊 这是在这个女性来说啊 太少了吧 一等舱只有三个啊 二等 这个说太少了 不是说她没获救怎么样 只是说咱们在这个数据当中啊 然后这个70啊 和这个6 什么意思啊 这个70和这个6 是不是也呈现出这样的现象 女性获救几率照样很高啊 这是在一等舱和二等舱啊 都呈现出来这样的规律 但是三等舱呢 三等舱啊 72比72 一半一半吧 咱之前啊 看女性获救几率 大概75%啊 但是在三等舱当中 却是一半一半啊 也就是说啊 三等舱本身获救几率啊 都是比较低的 那里边女的也是一样的 再看男的呢 男的啊 是不是被咱们之前看男的 整体获救率不到20%吧 那在一等舱当中呢 一等舱当中啊 哎呀 一看77个 就是77个没被获救 45个被获救了 那这个怎么样 看起来它还是 就是获救率相微来说 是比较低的 但是要比后面 二等舱和三等舱 要高一些吧 那也就是说啊 一等舱 虽然说啊 他的男性的获救几率 嗯 相对女性来说 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比这个 二三等舱来说啊 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啊 就是我们当前 得出来一个结果 对于女性来说 同样适用于 我的Pclass这个等级 虽然女性 获救概率 整体比较高 但是呢 它也是分舱的 三等舱啊 还是偏低一些 一等舱二等舱 都是偏高一些 这样呢 我就得到了 当前一个新的结果 现在就是当中啊 你看 我原来是看什么 Pclass跟Survive的 它这些关系 现在呢 指定出来了 一个新的轴 sex相当于什么意思啊 我们现在啊 就是要去分析的时候 就是不是一个变量 对应一个结果 而是啊 咱们现在有两个指标 对应一个结果 这个意思 然后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图吧 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对于不同的性别 一个蓝色 一个红色 怎么像啊 蓝色是什么啊 蓝色是咱们男性同胞 女色呢 这个这个红色啊 是这个女性同胞啊 这样就是我们看这些差别 你看 一等舱的快接近百分之百了 这个女性啊 二等舱的快接近 也是0.9几 蛮高的吧 三等舱可能是一个 50%比较低的 但是你说 不管这个女性 随着舱位等级怎么变 三等舱的女性 永远是比一等舱的 这个概率要高一些吧 三等舱的女性 要比一等舱的男性 概率又高一些 这个啊 就是说 当时呢 英国啊 嗯 这个我也不好说 反正太太尼克号上 到底什么样子啊 这个东西也没人去知道啊 没有去深刻的分析这个东西 反正啊 从这个数据当中 我们也呈现出来 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女性 不管咋地 哪个穿舱 都比男性要高 男性呢 一等舱 小高一些 二三等舱啊 基本上 算GT斯比较大了 这个意思 然后啊 我们画了一个图啊 这个就是一个点图啊 这个点图啊 你看这是个点图嘛 这个用随本去画这张点图啊 现在用模板去画 这个点图当中啊 就是啊 看着它这个折线的一个差异啊 比较大 比较清晰的 然后呢 我们看出来一个结果吧 皮克拉斯的1等于1的 女性是那个概率高啊 就是四个当中 是不是只有三个 没为何就啊 显而易见啊 就是说我们女性的一个 啊 获救几率都是更高的 反正就是整体嘛 我都是我们的每个 soil 啊 为何如此